很多人的一生失败 很多人很痛苦在纠结忧郁难受当中 在美国有一个名叫若曼奥特的收藏家 他看到有很多人这些名贵的作品 他不惜千金可以买下来 但是他想我为什么不能买那些著名作家 画坏的那些励志的画呢 于是他就收购了各种各样的励志的画 一种他是名家失常之作 就是画的时候情绪不对画了不好 另一种是价格低于五美元的无名人士的画 没多久他就收藏了两百多幅的画 他在报纸上登出广告 声称要举办首见励志化的大展 目的是要让年轻人在比较当中学会鉴别 从而发现好的画与名画的真正的价值 奥特的广告非常的热门 人们争先恐后或者从外地来看他 还有一个与利化就是励志大展相似的 叫失败产品的陈列馆 这是美国一家市场情报服务公司经理叫Robert 他扩碍收藏 他一共收藏了75万件失败的产品 后来罗伯特创办了这个失败产品的陈列馆 这个陈列馆他把很多企业家和个人费尽心机研制 就应各种原因失败的产品展示出来 结果他这个陈列馆非常的成功 用爱迪森的一句话说到 失败也是我们需要的 他和成功对我们一样的有价值 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的不好的方法以后 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 学博人就是这样 知道自己做错了 要学会忏悔 忏悔人生自己做错的事情 过去我们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 过去年轻的时候 我们有对不起自己情侣的地方 对不起自己不母亲的地方 那要好好地忏悔和理解 今后你才不会对不起别人 只有懂得忏悔 才不会再做错事情 所以常忏悔 才能常醒悟 知道错 才不会再犯错 这就是开悟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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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开悟人生 这就是开悟人生啊 不忏悔人生啊 我们正在开悟人生啊 所以我们这可以好好会 这就是开悟人生啊